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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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 是否只是我们现在的单细包思维 其实在俄罗斯这么简单 不会引发出来的 我们如何去思考这件事呢? 首先我看俄罗斯现在的冲突 就算很快完蛋也好 经济后遇性也会在 因为那些制裁不会是三几个月的 我想三几年都继续在 你看伊朗现在在说七、八年 就说十年都将来 所以我看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会有一个很长的时间 而对于俄罗斯来说 就是说希望当然短打就快点搞定 快点打完就会更好 因为军费开支也是一个问题 但是就算说几个星期、几个月 都已经完结了 地缘冲突 接着我们怎么去面对经济的重创呢? 就是说说所有的央行 大部分的央行的资产被凍结 接着企业的海外资产被凍结 就是说变成基本上 现在他们的企业和政府都是缺钱的 当然还有一些少量的 可能剩余的一些储备 譬如在亚洲 在中国央行 或者在亚洲的一些央行 或者一些企业 都还有一些少量的资金 但是它 现在套现的需要 第一,先不要说它 就是经济增加先 套现的需要已经很大了 无论是央行需要套现去保护奴报 然后一些企业要套现 就是要新计 就是说因为它出口已经是出不了了 所以政府也都希望套现去资助那些本土的 因为普京说了 一个振兴自己的本土经济 又买回自己的企业 股票等等 都是需要钱的 那些钱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说你外来的资金已经被凍结了 所以我就觉得 他接下来要找方法套现的门路 就是可能是透过中国 就是说他可能将很多临练的转移 而出口转移民转去卖给中国 因为本来中国和俄罗斯 已经是一个最大的贸易伙伴 就是单一国家是最大的贸易伙伴 就是中国很多的天然气都有 天然气管道是直接拨到俄罗斯 但是那些是谈了很长的合约 但是现在比如俄罗斯的石油出不了来 它在国内的俄罗斯的油价是给布兰特 给... 平几几三十元 有平几几三十元 有钱就买到了 有胆有钱 还有军队 有军队保护着你的油船 就买到 只有几个国家买到 就是都是中国 就是中国 它可能在边境那里包着 推过来也可以 你看不到 就是卫星看不到就可以了 所以我说一句 就敢买俄罗斯 买得起又买到的 还有需要买的就是只有中国 暂时最近的 但是我觉得 中国究竟帮补到多少 就是你看到欧盟和俄罗斯的贸易关系 一向都是很紧密 就是之前一直说 会不会... 经过伊朗一役之后 美国也有少少压低了和俄罗斯之间的建交比例 但是欧洲其实是不跌反胜 而中国也是非常大 但是我也有点想 因为二月份 其实早前在北京 普京和习大大才宣布了一些新的过千亿美金的石油和天然气交易 但是其实你再看回以往这么多年 中国购买俄罗斯在农产品上面 天然气石油上面 是软低于欧洲 就是只有一些市值那么多 我很怀疑 我都不能支持这一场 这一场的资金链断裂的账 就是对于俄罗斯来说 我想他当然没办法完全不用中国去替代欧盟 因为欧盟是太大了 就是欧盟本身是比它的贸易城 欧盟加上贸易量是比中国大 就是你没可能中国双倍 中国现在双倍买俄罗斯的东西 才叫做差不多顶到欧盟 收到了欧盟的七八成员上 所以我觉得完全没可能 只是靠中国 但是当然他可以派顶制 可能派一些给他那些中亚的盟友 或者印度 印度也是在... 中立国 就是法例投中立国 其实就是准备买东西的 那些 比如越南 你留意一下 我给一个标准 有二十几个国家是投中立的 所以都有一些东南亚的新兴国家 是叫做投中立的 就是其实是需要买东西的 但是我同意的 我同意俄罗斯 不可能把欧盟 收到了欧盟贸易伙伴的比例 全部靠中国 靠其他亚洲国家 他一定是今年的经济一定是负的 只不过是负多少 所以我就觉得 首先他就要搞建了流动性的问题 刚才我说了 就是说他一定要涂演 可能一些外汇储备 有一点要人民币 黄金要套出来 这个都会影响 其实影响了人民币和黄金的价格 就是未必升得那么快 未必升得那么热 就是都会升下回下 第二就是说他要找贸易的替代国 就是他出口的替代国 第三就是说他怎么去资助自己本土的企业 就是靠肚子演之后 可能就是做一些振兴经济 或者回购减税 就是用那些同样振兴经济的财务政策去做 因为你的加息交到20厘了 所以我同意俄罗斯今年的经济 是会有一个很大的沉重 不过有一个好处就是 过去几年的油价已经有50、60、70、80 就算在今次的冲突开始之前 其实已经炒到80、90 他已经累积了一段时间的 所谓能源的顺差了 所以过去这一个月 本来一月就是冲突 未开始之前的一月 俄罗斯那个贸易的顺差 是创造差不多近期历史的高位 所以他存了一些弹药去洗 只不过他可以洗到多久呢 可能一年两年他就要洗完 这一回合 所以他一定要想办法 就是我所说的 快点找一些替代的出口国 吗 您可以洗完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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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